想知道大家双11都在抢购哪些手机吗? 双11已经开启一周了,有勾计打算的小伙伴 要么是已经支付定金,等待付我一款 要么是已经下单了,大家都在抢购哪些手机呢?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阿东现货单品销量当日榜 不得不说,苹果又一麻木了 前四名全是苹果手机 第一名是iPhone14,第二名是iPhone14 Pro Max 第三名是iPhone14 Pro,第四名是iPhone13 还记得iPhone14系列刚上市的时候 标准版是最不受待见的 因为它的升级的点并不多 连黄牛都在大家手里了 不过从这份双11的单品销量来看 iPhone14卖的还是相当火的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在电商平台出了一些优惠政策 降幅在大约600元左右 128GB到手是5,399元 看来不吐槽归吐槽 大家下单的时候还是更喜欢苹果多一些 如果说你不介意信号快充的话 那么iPhone14的确是可以考虑的 性能拍照都是一流的水平 此外双11期间 还有一些手机厂商搞起了吓钉钉的活动 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份预售单品销量版 整体来说 红米在预售商家中的表现是最突出的 其中K40s、K50之尊版K50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Redmi K40s拥有三星4MLED120Hz直屏 搭载了骁龙870处理器 有OS防抖和67W的快充 12加8GB是1799元 Redmi K50之尊版了1.5K屏幕 搭载安卓最强处理器 骁龙8PLUS有1像素控制防抖主射 以及120W的快充加5000毫升大电池 12加850Gb2899元 Redmi K50最便宜的2K屏手机 搭载了天玑8100 有5500毫升大电池支持67W的快充 12加850Gb2499元 还有最近才发布的iQOONU7 也是一款全能型选手 它用的是三星15柔性直屏 搭载了天玑9000PLUS加 读写芯片ProPlus 还有120W的超级闪充 12加850Gb到手2999元 其他上榜呢 还有1加1 Pro iQOO10 小米12 Pro 1加1 Pro它主打的是16GB大类存 骁龙8PLUS旗舰性能和150W的快充 16加850Gb3199元 iQOO10呢 搭载的是骁龙8PLUS加自研影像芯片V1PLUS 兼顾了游戏体验和拍照 12加850Gb3799元 小米12 Pro天机版 它有2K屏幕 搭载了天玑9000PLUS 屏幕好 性能强 12加850Gb双11是3499元 大致看了一下 上榜的机型性价比普遍都挺高的 大家买手机的话可以作为参考